首先我觉得这一次 日本的总裁选举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就是出现了四个候选人 另外两个男的还有两位女性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 而且在选举之中 他们的政见主张是左中右 都是有的 所以说经过非常精彩的辩论 所以说这次是怎么说呢 在日本国民之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马上就要日本进入大选 11月份就要众议院选举 那么这次自民党的表现 我想就是说会对国民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自民党的政权 下次大选如果不出什么巨大的问题的话 这个应该还是继续 自民党继续执政 所以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三个候选人之中 河野太郎是比较自由派 或者说比较左派 另外一个和中国比较接近 那么在日本政坛之中 所谓的亲中派 什么二阶进博石破茂 这些人全部集中在 这个河野太郎的阵营之中 河野本来他是在国民之中 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 就是说在选举之前 就是他正式表明出马之前 基本上大家希望他当首相的民调 就超过六成七成 但是说经过这几轮的磨练之后 这个辩论之后 他的支持率一点点降下来的 特别是后来传出了 他的家族企业 就是他弟弟和他父亲 他本身特地也是大股东 到中国和在北京 昆山香港都有分厂 这个日本端子是一个 太阳能发电的一个工厂 这个日本端子这个公司呢 定期的也向这个河野太郎 就是说提供一些政治资金 当然这是合法的 是合法 但是毕竟呢 有一点就是说 需要他出解释的问题嘛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呢 这个岸田文雄呢 属于中规中矩的一个人 他呢就是说日本媒体的记者就说嘛 我们就说岸田文雄不好写 他说这个找不到优点 也找不到缺点 所以说写岸田这笔墨最少 那另外一个高市早苗 它是一笔黑马的形式出现的 他呢就是说 其实这次啊 他刚才选举国会议员 第一轮得114票 超过了这个河野的86票 就是国会议员票给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因为他刚开始表态要出马的时候 因为20个推荐人 他都可能找不到 后来是安倍帮忙 他凑起20个 所以说他看他的民调 他刚开始第一次出来选举 他是支持率只有4% 然后4%变18变16变22 就是不停的升上升上去 如果说有人说 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的话 他有可能翻转过去 所以说呢 这个高市早苗是偏右的 偏右呢 那也就是最挺台湾的 我们台湾人熟悉的 比如说安倍晋三 岸信夫啊 包括就是什么古屋 贵司啊 所有的亲台派 全是高市早苗阵营的 那么所以说 这次呢 就是说高市早苗的 这个亲台派和亲中派的隔空交战 最后呢 就是中间的渔翁得利 这个岸田文雄呢 他最后这个出来了 就是这两胖互相的 也接伤疤 也互相批评嘛 岸田文雄 我觉得结果是还说呢 就是日本的国民 还选择了一个中规中矩的 一个既不左右不右的 这么一个安定 选择一个政权的安定政权 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果 那关于岸田文雄这个人呢 他呢 就是说他第一个人选票 这时候呢 虽然比河野高 但是没有过半数 这个时候等于到第二个人投票 高市早苗的114票 这个其实也就是安倍晋三的票 全部灌到了这个岸田文雄的身上 那某种意义上呢 这个高市早苗呢 或者安倍一派呢 这个叫什么 叫拥立之功啊 我如果不买票给你 你就可能输给河野 对不对 我如果自主投票 我们票分成各一半的话 就不知道路死谁手 我们这100多票 如果全灌到河野那上 你就当不了首相嘛 所以说呢 安倍呢 政权保持了对这个 新的政权的相当大的影响力 高市早苗应该会受到很重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安田文雄呢 基本上他是在安倍政权 安倍的七年八个月政权之中呢 他当个五年的外向 所以在外交上呢 基本上是继承安倍路线的 所以说关于这个亲美 挺台 抗中 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呢 这个安田文雄呢 他是出身于这个广岛 广岛大家都知道 受过核武器攻击的 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说是这个爱好和平 反战的情绪 非常浓的选区 所以说呢 安田文雄他是日本史上 非常有名的鸽派 所以说他即使抗 就是说挺台 但是在军事方面 他应该是比较消极的 如果大家想高市早苗 如果当个这个首相的话 可能跟台湾的 比如军事共同训练啊 军事合作啊 这方面会往前走的很快 但是说呢 安田文雄这方面应该消极一点 但是在外交上 基本上挺台湾和这个 而且呢 日本的民意和美国的关系 等等的呢 这个安田都会处理得很好 所以对台湾来说呢 虽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但是也是一个 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 日本的对台湾的政策 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我再追问一个 就是说因为 昨天的时候日本媒体 日本的自卫队公开的宣布说 其实在9月14、15 首度的跟英国进行双边的 潜见联合训练 这其实在对日本来说 非常非常的罕见 所以你认为说 这样的趋势如果走下来的话 如果岸田持续的话 看起来周边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 还是会持续进行下去了 这个是基本上 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是日本自民党 整个一直要做的事情 正常国家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在安保上面 日本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嘛 所以说和英国合作 这方面其实是 不管谁来执政 都会实施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等于说 最和欧洲 这个最非常积极的是 现在安信夫防卫大臣 新的政权 他能不能继续当防卫大臣 不好说 但是他要把自己的政绩公开 让下一任防卫大臣 继承他的路线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 反正我要下台 我恐怕你中国再反弹的话 没关系 我下个星期我就不干了 是 那唐文你请教 这个吴老师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刚才 石板先生的基本分析 我现在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次选举确实很有趣 就是四个候选人 左中右都来了 而且还有女性的两位角逐者 然后这个 可是结果 我今天早上在准备 今天的录影的时候 在看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忽然顿悟 就是我已经意见 就是第二轮岸田会胜出 可是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 我没有灵感 然后我后来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选举 这一次的选举 是原来的政权 叫做安倍麻生 这个体制 是要不要继续 还是要被推翻 改成另外一个体制 是这样的一个决斗 然后你如果看出这一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安倍所支持的高市早苗 真的是一个妙企 他透过高市早苗 提出政策主张 虽然他不会当选 但是这个政策主张 就变成一个辩论的议题 也可以在公开 那个媒体上面来推广 所以他透过他提出主张 那第二个 怎么知道 就是说他支持高市早苗的 背后的这个安倍的力量 为什么在第二轮的时候 会来投岸田 其实已经有线索 就是说麻生当了八年的副首相 他跟安倍算是合作无间 然后麻生这一派的议员 有一半支持岸田 这里已经第一个信号 第二个信号 菅义伟不当总裁 不再继续选连任的时候 他也已经讲 要把干事长换掉 就是二接俊博 那知名党的那个传统里面 因为总裁忙着国事 党务的话基本上是干事长 那干事长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决定各个众议员的选举事情 提名谁 对不对 拨多少竞选的资金等等 所以如果要拼众议员的选举的话 那在日本是内阁制 那这个干事长的位置很重要 那干事长的位置 那个二接俊博 就像刚才矢板先生提到的 那个亲中派的大本营在这里 然后他被换掉 又符合安倍的路线 如果是安倍的对立面 要把安倍这个路线 安倍麻生这个体制换掉的话 他们不可能丢掉 二接塘进这个干事长的位置 从这个位置被动的话 大概已经知道了 方向已经出来了 然后你看 安倍或者安倍麻生这个体制 先推高市找苗 来提出他们的这个 对国家安全 这个国政大政方政的一些主张 包括对台湾的一些动作 然后呢 他选不上没关系 第二轮的时候 高市找苗的票 就灌到岸田去 结果是这样子 可是呢 刚才矢板先生有提到 岸田其实不是一个领角很鲜明的 他比较属于中间派的 说他硬嘛 他又割派 对不对 那是这样 日本有一个潜力 就是啊 那个三目五夫当选首相那一次 那个田中角龙后面的大平正方 跟那个福田基夫这边的两派在竞争 到最后干脆折中 第三派就是小派的三目五夫 干脆被大家接受脱颖而出 所以这个叫做 这个第三方势力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就是两大势力都不过半 都来争取中间这一派的支持 那最后大家都会给位置嘛 给利益嘛 最后变成说第三方出来当总理 当首相 然后呢 背后当然是这个大派在后面那个主导 可是台前的首相就变成是第三派的小派的来做 那以这个来看日本自民党里面的话 你看有这边左边的 有右边的对不对 那个中间的岸田就变成说各方 所以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所以你就会看出来这个 有时候在左右竞争的过程中 反而是中间的地或者第三方的脱颖而出 被左右都接受 出现日本历史上有这种潜力 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要看对外形势的影响 那安倍麻生这个体制所定出来的路线 包括亲美包括抗中 包括对台湾支持 基本上可以延续下来 这个刚才石板先生也提到这些 那对台湾来讲 要更具体 就是说日本现在已经很具体 已经往前推想到很多要做的事情 军事上包括比如说要不要联合演习 然后呢武器的采购 像我们现在做的潜舰的话 是用日本昌龙级的这个基础设施 那有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跟日本合作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之一 就是那个CPTPP的加入 那日本在美国没有加入的情况下 来运作这个CPTPP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话 那是不是让台湾加入 显然日本可以做一些事情 跟台湾取得密切的配合 所以不只是军事上 其他外交上 甚至于在贸易商业上 对不对 那个相信台湾跟日本之间 还有提升的空间 合作的空间还可以再扩大 那这个就要寄望于新的日本政府 新的内阁 那如果是岸田来做的话 他很可能就变成说 延续安倍麻生这个体制的路线 但是可能会比较能够折衷性 能够左右都可以接受了 我的意思是 他可能会比较折衷性一点 安倍很清楚 安倍的这个立场很清楚 所以现在安倍变成说 推岸田这样的人 看看可不可以延续 他这个体制 他这个路线 这样子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 请订阅一下